梅慧智是中国散打发起人之一 武术散手运动的推广人 在国内格斗界的地位算是武林的泰斗级 那么他又是如何来看待传统武术和现代搏击的关系呢 他曾说对于传统武术表示失望 因为没见过一个能打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梅慧智自幼习武 擅长行义八卦 后来致力于武术戚击研究 练过中国摔跤 现代搏击 向拳击等 他对中国格斗界最大的影响 是推动了武术散手的发展 开创了中国散打晋级项目 他曾在各地百国散打擂台 邀请民间的传统武术高手来交流 可是非常的失望 少林寺 百国擂台 古当山 湖北 广东 湖南 长沙等等 想通过赛事呢 寻找一下咱们的高人 非常大的一个比赛 来了很多的这个行驶者 武松那个大半的 有背头三发带着这个佛珠的 深圈老林来的 结果一上场 买个架势 越挨上拳越挨上腿 自己主动就往台下蹦 也就是说 参加过五十多次的全国内台比赛 我还没见到一个就是纯粹 我说练传统武术的 在内台上能打的 所以我很失望 那么 梅惠之的功夫 能打过程家沟练太极拳的大师吗 还真的鄙视过 当时他在武术队的时候 成家沟太极拳的武术大师某某人 就主动上门来切磋比武 据说梅惠之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这位太极拳大师摔倒了四次 这位太极拳大师不由感叹 不光能打的有礼连结 而且还有很多人能打 在梅惠之看来 为什么纯粹的传统武术祭祭会没落呢 一方面是社会不提倡武术格斗了 另外一方面是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和观念落后 一味的口传心秀说招说手 缺乏实战训练 传统武术体源就是格斗术 经过上百年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变化 武术的实战实打这一块不提倡 它以演练练功夫 说手为主 可是事到如今 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 传统武术界的人士 跟梅惠之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他们一致肯定传统武术厉害 不输于现代搏击 甚至可以上擂台实战 比如咱们前几期介绍过的 武当功夫传人程世行 清城掌门人刘隋斌 太极拳大师王战军等 而太极大师马把我则更加笃性 传统武术比现代搏击要厉害 而且还频频的露脸来显摆 他的马武鞭 揭画发等实战功夫 那么如何来看待梅惠之 和那些传统武术大师 观点不一致的现象呢 不得不讲 梅惠之他将传统武术 和现代搏击做了一个融合 他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他是真正在武林当中 见过天地 见过众生的人 所以他对传统武术的看法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 他没见过厉害的传武高手 不代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 按照他的理解 只能说是 在目前的武林大环境当中 可以实战的传武人 是极少数的 那么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见